中国的学术太丰富了 库木比一个完整大学 丰富得太多太多 不是现在学校能够想必 什么都有 中国人教学的理念是着重悟性 开发悟性 从小老师就着重这一点 小朋友悟性高的 就会特别留意好好的培养他 悟性差异的 学到一个程度之后 教他学技术 他将能够谋生 喜欢哪一行去学哪一行 有悟性的要特别教的 佛教传到中国 就像汤恩比波斯所说的 中国古人 心量很大 能够包容异族文化 就是指的佛教 佛教传到中国 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 相得一掌啊 相得一掌啊 如舍道互补啊 特别是 解定慧三学 如接受了 道也接受了 也就是 教学真正的目的 是教你开悟 不重视 济问之学 那么现在 这个学术界 注重的是济问 叫光学多问 常识很丰富 不经 一门都不经 这就是 把我们的经历 精神 时间 分散 一个人 一生 时光有限 要不会运用的话 不要过了一生 如果我们 把自己的时间 精力 专用在一点上 这一点就会放光 就有很殊胜的成就 所以中国着重在 学术有专攻 从专攻里面 回开悟 专攻 他就得定 佛法成为三昧 得定 定久了 功夫 始终不间断 不散乱 不散乱 他一定会 可悟 不能大吃大悟 大悟是肯定有的 大吃大悟就进行了 佛门里头有 辱道里头没有 但是大悟呢 辱事道 统统都有 修行功夫 不能间断 提升 境界 不能间断 我们才会有真真真旧 会学的人 学多少就放下多少 这种人 在佛经教的叫 真金金 有心 有解 有心 后面 当然有真 我 我们 都 就 有心 有心